哎呦 你在干什么 老公 你回来了 他一个姿姿就欺负豆豆 哭哭哭 你就知道 这下这几人生意衰败都是因为 你怎么跟你妈一样都是 哎呀 哪像我们家小轩呀 这带班的大宝贝多有福气 一看就能给我们这家招财 最近全球首付副总 一直在寻找她失踪多年的女儿 不会就是这个 怎么可能 这六年前我捡到夜眠 她就是个挺大肚子来路不明 根本就不可能是首付夫人 这个 肯定是哪个 你有见过跟这个女人长得很像的孩子吗 小轩 今天是你的生日 爸爸给你买个五层的大蛋糕 喜不喜欢 喜欢喜欢 爸爸快带我去 走 走喽 我的大宝贝 妈妈 今天也是彤彤的生日 彤彤也想吃蛋糕 妈妈 彤彤想你了 彤彤彤好想你 是吗 那彤彤想不想跟妈妈永远在一起 要 彤彤要永远跟妈妈在一起 好 那我这就带你去 敬英明 全球首富富明的妻子 怀孕外出时意外失踪 富明孔寻六年无果 却不知妻妻子早已被季远舟有嫁害死 还留下妻妇中女儿做了她儿子 近日 富明得知女儿可能在世 立刻全力去 大家快走行动 找大孩子 将近一个亿 快 快 找小螃蟹 amo 你 滚 我一定会找到你的女儿 败 你到底在哪里 哈哈 你快出来 怎么了小菊 想黑死我 哎 小學壞有先天氣有多血症 很容易感染的 你居然還敢弄傷他 不是的 阿姨是小學哥哥自己殺掉的 還學會撒謊是吧 我今天就讓你看看 欺負我兒子的欺負 什麼 你在幹什麼 爸爸 你別太過分 爸爸抱 哎 啊 馬上就要給小軒說 白人就要多休息 這可是我們七家 這不是第二個二手 再 給你多休息 要是耽誤了小軒輸血 我就讓你跟你的見人媽一樣 死無全失 你到底在哪里 你爸爸找到你 一定会将全世界最好的东西 都送给你 怎么可能找到小侄女了 还跟嫂子一样 小腿上都有一个美滑胎基 太好了 她的脑再记一下 纪远舟六年前捡到一个孕妇 早产了一个小女孩 时间刚好是嫂子离家出短 纪远舟 本来想直接把小女孩处理掉 但是因为她的儿子有些业病 小女孩的血腥刚好和她儿子一致 所以我觉得 小女孩的出生 可能就是为了给她儿子的血 什么 那你的心态呢 昨天不是都买好糟的吗 知道 昨天这个小爷找他要杀小萱 他让小萱受伤了 一定是他 是你害小萱修科的 不是啊 你小萱跟她心路走走 开个脚壁 爸爸 花人的血液细菌感染严重 我们医院没有去摸血 有谁去浅下去 爸爸 乖 我可以好吃 你 你 你 我可以 你 你 我可以 我可以 你 你 manual 把一个人往上送 蝴家大师 亲自来找这小爷走 难道她就是蝴家家走的女儿 我大哥问你话呢 现在我太太带她去游乐场了 敢骗我大哥你是不讲话了吗 我真的不敢我不敢不敢 照片里的是我亲生 附家的大小姐知道骗我代价吗 那小野种现在正在医院给小少爷输血 如果让副总知道你们全都得死 能拖一会试一会 副总 先生和太太对大小姐很好的 他们俩真的带他去游乐场了 好 我现在就去游乐场 要是你们敢伤他一根好毛 我让你们整个鞋鞋去了 什么 你有什么用 居然是首部副总的签证呢 快住手 什么 居然是首部副总的签证呢 快住手 律总 不是按照老规矩送到太平间 别沾着医院床位吗 我又不管 记得下下距离头 怎么可能会做出这么出手的事 你知道知道 我请到你 还好你做什么 你就是在这树上半天 即将在这动物 老子扒了你的皮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干嘛会让你来一起去 那小剑人不过是个野种吗 什么 那我们这段时间这么欺负他 脑欲就死掉呢 我看我一次 我们不如趁此机会 让小萱假装是副总的孩子换起副总 对 计较就 必然会一飞冲天啊 就是啊 叶免实在计较生的孩子没错 他实在是你副家怎么会知道呢 发达了发达了 我们也要求日上人了 没错 你先给你 你先给你 你让那个小鞋床 就可有万无意识 任中 我有办法 孩子我能猜他 你还在哪 孩子怕什么不够啊 反正傅家也不知道夜眠生了個傻 用小軒代替你當上傅家小帥 你和你那劍拼的老媽還有誰劍 為什麼心這麼好 彤彤不會出什麼事了 怎麼樣找到了嗎 彤彤 有啊不是他票嗎 我立刻去接下 你記住了現在叫傅小軒 你媽媽是夜眠 你爸爸是故事極童的粉彩 不明聽聽說了嗎 嗯 花日花 這可是你媽我拼的老命 給你爭起來的榮華富貴 你可得好好表現啊 彤彤對不起 快到爸爸 他都好疼 好想辦法 好 爸爸 一會兒去鏡頭就直接亂了好不好 快點 你打的懷抱好溫了 爸爸 彤彤一定會好好聽話的 彤彤 快去 快去 住手 我 沒大叫光臨怎麼不提前通知我也是你 要不 咱先回屋子喝口茶茶 你穿什么样的 敢信我侄女老子弄死你 小薰 你等下必须咬死 后面就是你爸爸 听清楚了吗 不然我们真的会死的 拿好了啊 不三少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您是说 头头是您父家的孩子吗 这孩子不是没这么想 那没话太近 你干什么 她可是我的亲生女儿 亲生女儿 就这么 我也没办法 从头从小被我惯坏了 有一时生气 外界都说 她是你们这家 前来的一个孕妇所伤 怎么就是你亲生女儿了 你应该知道欺骗 他们知道什么呀 一个孕妇生的就是个男孩 我爸妈重男轻女 我迫不得已 才把两个小孩调换的 我们这家捡的 就是个男孩 男孩对啊 我们这家只讲 小薰一个孩子 把这口男孩的 更迫在一面 不知道为什么 总觉得这个小孩 让你亲切 啊 老师 哎 副总 这个就是我当天前的小孩 季小薰 说 这兔子哪里来的 这兔子是妈妈亲手给我做的 我说说我就抱着 对 这兔子是绵绵的 是他刚发下怀孕那天 亲手给孩子做的 走势那天他也带着他 说话的时候眼睛为什么 就觉得他为什么 撒謊 小孩哪會撒謊啊 他生命 得了淺淺形容血症 剛經歷一次全身混血 而且你們這個陣仗 他會害怕也是很正常的 副總 先喝口熱腸 一會再聊小萱和附加上回公室 這你媽的祖宗 大哥丟了的是個女兒健康的很 可不是這個邊安撒走 不可能 我當然講的就是小萱 爸爸 你不想認我了嗎 你想聽出 騙我帶你 我真被騙你副總 真的是小萱 還不老是 我們親耳聽一聲說 我嫂子裡肚子是個女孩 說那女孩在哪 是被你們弄死了 孩子又不是在附加生的 說不定是醫生搞錯了呢 是啊 明明生辰我沒有陪在他身邊 難道 明明生的真的是兒子 人這種不就是 因為我在那個黄兰 令人面子 太楓可 我們小萱剛出生的時候也有胎記的 就是後來慢慢淡掉了 在醫學上 不知道確實有這個錯 能那麼需要 小燒真的是我明明的孩子 大哥直接做個精子鑒定不就行了 做精子鑒定 那那 那不上海的心寒嗎 也對 如果他真的是附家的孩子 那我就將我們一下萬億子產全全 作為精神 但如果不是 就全面封殺技嘉 讓技嘉徹底消失 去清除 那是自然 我絕對不會給任何人都說話 完了完了 你竟然要做精子鑒定 這下徹底送了命了 喂 副醫生 您送來的小女孩情況非常危險 必須立刻手術 不過手術難度非常高 恐怕只有您好我馬上回醫院 怎麼算呀 怎麼快又會發現小燒是假的呢 我上來整個死定了 那些怕什麼 副理不是強調那個小野蟲嗎 親自接觸出結果至少也得幾個小時 我們還有機會 支持存在生物學親自關係 副總 你看我沒騙你吧 小燒就是副家的孩子 那小子還真是咱們副家的 大哥 恭喜你啊 太好了 我得趕緊把這個消息告訴二哥 明明 一定是你在聽這邊讓我找到了孩子 你放心 我副明擁有的一切 都會是他的 你收拾一下 給他送去副家長什麼樣子 我還有事聽說 好的 什麼 那孩子真是給我打給我玩的 你確定 我沒看猜疑 顧醫生 他和有副太太一樣的沒話猜疑 我看看 端姐我果然沒看錯 是他 端端是我嫂子的女兒 我得趕緊告訴我大顆血 啊 副總 那你打算什麼時候借小燒回副家啊 我覺得任祖歸宗進入是吧 還是要吃草 任祖歸宗 我冒跑話也妄想借我們副家 二哥 你這話什麼意思 他口中的季小燒 根本就不是大哥大嫂的孩子 什麼 當初做必殺我確實沒有看錯 大嫂懷的就是女兒 我們從季家救走那個女孩 她的腿上 也有一個跟大嫂一模一樣的梅花太極 哎 你把什麼話可說 好你個紀元周竟敢騙我們老子弄死你 怎麼可能 一個梅花太極根本說明不了什麼 親子監禮說 是白癡黑子寫得清清楚楚的 小燒就是你們副家的人 二哥 梅花太極很多人都有 會不會是你太敏感了 更何況 你六年前還是個實習生 會不會是誤判呢 你可以懷疑我的人品還是你不要 懷疑我絕對不跟他走 哎呀別吵 再做一次親子監禮不就知道了 這孩子跟明明長的確實有幾分小子 難道 他才是我的孩子 阿里啊 給你半天時間 我要知道 彭諾到底是不是我的孩子 好 我現在講 陸醫生 之前你拜託我的內信監禁報告 我發了份到你中央 副總 這個報告寫得清清楚楚 小萱才是你的兒子 你要給我的女兒做親子監禁報告 沒這個必要吧 你敢欺騙我副家 欺騙者 狂大的膽子 二哥你別衝動 哥 季小萱 根本就不是我副家的孩子 我手上的這份 才是真正的現在結果 不是的副總 我發誓 小萱真的是你的孩子 我手上的這份 是原始數據 根本不可能作假 也就是你跟王英山調換的那份 什麼 副總 我真的什麼都不知道 我肯定是送報告的醫生干的 我都不認識他 不認識什麼 我看你的嘴硬到什麼時候 你聽不清楚你聽不清楚誰 你聽不清楚 啊啊 瞧我 你怎麼還敢小燕 把他給我扔出去 我副總都是誤會 副總 都是誤會副總 你媽 我一會報告 結果被那個小燕種給搞黃了 當時就應該把他給掐死 動怪你 要不是你動作漫威砸死他 我兒子現在就是身家萬億的副家 未來接成人了 有法子就說 沒有就給老子閉嘴 他還不是要驗小燕種的血 我們就讓他們無血可驗 今晚 我們就把小燕種給 一不做 二不休 我看誰敢的腰子都用 自從夜明升下了你 即時的經濟效益就沒空於下 你在幹什麼 你好大的膽子 欺騙我副家在先 現在你要傷人命口嗎 我兒子 你誤會了 我只是分析不下 所以就發問各種怎麼樣 你告訴我 你拿枕頭幹什麼 我 我我只是覺得空頭有點太冷 想他只能給他捂下頭 我可是他親生父親 我能跟他做什麼 不信 你自己問 小野種 你要是敢亂說 看我怎麼打死你 彤彤你少女 他是不是想殺你 哼 這小野種最怕我 我就不信他敢說出去半個字 他敢用枕頭 捂住了我的鼻子和嘴巴 不是的副總 你別聽這個小野種胡說 我怎麼可能想要殺他呀 極遠招 你當年救了綿綿和大肚子裡的孩子 放你一馬 沒想到你這麼不吃好的還想殺人 男人 極可給我封殺姬佳 誰再敢跟姬佳合作 就是跟我富士集團作對 胡總 不要封殺姬佳啊 胡總 你媽媽呢 我媽媽死了 我居然看到他被我爸爸打死了 叔叔 他們說你才是彤彤的爸爸 是真的嗎 彤彤 不管你是不是叔叔的女兒 叔叔都想把你帶回家照顧你 你願意給叔叔這一次機會嗎 嗯 那彤彤是不是 是他也不用睡滾窝了呀 彤彤 你是叔叔的小公主 但讓薛公主說了 成就完了 我 卻想把人家破綻了 嗯 啊 啊 這劍兒竟然沒死 還失憶了 真是天主意 劍證 那是真的呀 連個臭乞丐你都不放過啊 閉嘴 你知道他是誰 是一年 覆明他跟死了的老婆 什麼 他就是那個爹主的媽 沒錯 我們現在只要讓他相信 小薛是他的孩子就好 這覆明 總不會連自己的老婆都不信了 老公 真有你呢 有了他 小薛一定會成為傅家的繼承人 這傅家都破天覆貴 那馬上就是我們的了 好 歡迎魚7 小薛回家 你不是我 這是你的家嗎 這樣的房子 彤彤只在電視裡看過 彤彤 這裡以後也會是你的家 大哥 我跟彤彤的檢測結果什麼時候能說 呃 我剛剛收到通知 因為進院之後通話報告的事情 醫院決定展開整理工作 你們的檢測結果五天後才能出來 不過放心吧 他老婆也是你的女兒 我也是這麼想 不管有沒有血人關係 哇好漂亮 叔叔 這真的是給彤彤住的房間嗎 以前爸爸都是讓我喝狗狗水 狗狗不乖 總是咬我 彤彤 以後我才是你的爸爸 那個人渣他不配 我會把這十年對你的虧欠 全都補給你 以後任何人都不能欺負你 對了哥 我們給彤彤準備禮物 你放哪兒啊 對啊 怎麼沒看見啊 還有禮物 爸爸還有個大驚喜要給彤彤 驚喜 什麼驚喜 爸爸把驚喜都藏在了房間裡了 讓彤彤給你找什麼 是挖寶藏嗎 咱們帶彤彤玩過 彤彤最喜歡挖寶藏了 我們準備的禮物啊 給他倆增進感情了 媽媽彤彤現在好幸福 可是彤彤現在還是好想你 爸爸工作忙 沒時間陪我 如果媽媽在的話 可以帶我出去玩 爸爸回來了 媽媽 媽媽 這附近 是無復仇的第一步 不用一算陷阱進去 他也可能 一定會從頭陪我進去 媽媽媽 先生不好了 彤彤小姐不見了 什麼 趕緊給我去找 要是彤彤出了什麼事 我讓你全部陪葬 是 先生 天空顯示 彤彤小姐在下午3點18分的時候 上了一輛上午車 這輛車 是寄遠周的 明明 明明沒死 太好了 媽媽彤彤好想你 媽媽你還記得這個兔子嗎 彤彤最喜歡這個兔子 媽媽你是不是不記得彤彤了 沒關係 彤彤記得媽媽就好了 我這是怎麼的 竟然會不自覺的想要跟他親近 接受愛撒狗賣殘撥充情 千萬別被他給騙了 是啊 我可不能心軟了 他差點就搶走了小萱的一切 媽媽你再聽我說話呢 你不要不給彤彤嗎 我可不是你媽媽 我可不是你這套 媽媽真的不記得彤彤了 趕快去家 彤彤沒有彤彤做錯了什麼 你再給我做 你別以為有父母要跟你說 你就打你沒辦法 夠了 念念 才剛開始你就先完了 我沒有我只是 沒有就趕快給我閉嘴 你別以為我 我不是兄女 把小萱做回父家 拿到父家所有的財產 才是你我現在最重要的事情 這個小野主要搶走的 可是小萱的人生 我小萱的重罰他一下 已經是何人死了 沒有媽媽 童童從來沒有搶過小萱哥哥的東西 你 你個撒謊兵 不許你碰我的兔子 這是媽媽送給我的 這是你的兔子 沒錯 這是媽媽送給我的生日禮物 童童這個撒謊兵 搶了我的身份就算了 為什麼 還要搶走媽媽送我的兔子 童童沒有 這小野種會裝得很 從小他就嫉妒小萱 只要我們一誇小萱 他就往小萱的杯子裡 吐口水 飯裡扔大便 害得我們小萱好幾次 半夜都被送去洗胃了 媽媽 那些都是小萱 這個對童童做的 童童沒有敢換血 你還敢撒謊 你敢說上次小萱全身換血 跟你沒關係 還不都是因為你推他 才害他受傷的 你這個大謊兵 你這個小孩怎麼這麼喝毒 小萱 對不起 媽媽剛才 竟然還想維護傷害你的人 這次媽媽絕不會心軟 一定會奪回本該屬於你的一切 媽媽你不要痛痛了 痛痛才是你的孩子啊 小萱哥哥是李阿姨的孩子 他每次受傷都是我給他說的錢 遠周說的沒錯 她要怎麼會做 她果然是個愛賣菜的撒謊 靜你點兒嫌怎麼了 我好煩心 三天不許吃飯 绵绵 真的是你 绵绵 真的是你 你没有死 他就是傅明吧 那个差点害死我跟小萱的渣男 这个傅明就是个渣男 他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 完全不顾你肚子里面还怀着小萱 甚至还想找人 直接开始撞死你 还好我路过来 刚好救下来 你是 明明 你失忆了 我错了 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 你是傅明 明明 你记得我 我只记得傅明这个名字 因为是我最爱的男人 我还为他生了你的儿子 走 我带你去见你孩子 是了 监控显示 统统是跟着明明走的 等街上明明 我们一家三口 就可以团聚了 不明 小萱就是我们的孩子 你说他是我们的孩子 你是不是弄错了 怎么可能 我自己生的孩子 我能不知道吗 远周说的没错 你就是个连亲生儿子都不认的人渣 对啊 副总 小萱真的是你的儿子 那边可是小萱的亲妈 这亲妈怎么可能会认出自己的孩子呢 就是啊 副总 你这么说的话 姐姐可是会寒心的 你们两个又想搞什么关系 明明 之前阿里已经做过我跟这个孩子的DNA比对了 不过他没有血量关系 反而是 副明 远周都已经跟我说了 这其实就是一个误会 小萱在抽血的前一天被童童弄伤 导致血液病发作 全身换血才抢救过来 你们第二天抽的血里 还残留着军陷者的DNA 这才导致鉴定结果出了差错 是这样吗 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 当然是了 那要不是我们小萱命大 早就逼那个小金人给害死了 事情就是这么巧 过去历史的事情也是发生过的 小萱 鼻的确确就是副家 好 血液样本有问题 是 那你和王医生串通好 调换亲自精灵报告又做何解释 那你和王医生串通好 调换亲自精灵报告又做何解释 远周也是怕血液样本受到污染 导致附加错过小萱 不得已才找了王医生 远周也是一番好意 是啊 我养了小萱六女 我也是不行 孩子一室在外 才好心惯惯事的 傅明 远周救了我两次 他还帮我一直照顾小萱 他是不可能害我跟小萱的 小萱就是我的孩子 好 你说是 那他就是 带我跟小萱回家好不好 好 这一天 我已经足足等了六年 傅明 不是外面有人 不想让我和小萱回傅家吗 我 怎么突然答应的这么爽快 先生太太小萱总又晕倒了 童童 我 张同 龙龙 严重肯定是忠于你 奇怪 为什么看到他受伤 我会这么心疼 他明明是抢走小轩一切的坏孩子 蠢货 连个人都看不住 靳远超 你不是说他是你女儿吗 你就是这么对他的 说话 不明 你是因为童童伤害了小儿肚里的孩子 远中气不过才 那也不能这么过分 童童只是个孩子 你到底要干什么 今天无论如何 我都要带童童走 我说怎么这么轻易答应让我和小轩回 傅家 原来压根没打算放弃这个野种 傅总 我知道你指手这天 但你也不能带走我的女儿吧 今天谁要敢拦我 就别管我客气 远中 你放心吧 我会照顾好童童 让开 敢害我儿子 就别怪我 对你心狠熟了 傅明 你可不可以不要跟童童做亲子鉴定 亲子鉴定 是之前就做了的 你既然答应了小轩是傅家的孩子 那就应该给他附加孩子所有的体面 阿灵 我和彤彤的亲子鉴定不用别了 为什么 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我已经找到你大嫂了 她已向我证实 小轩就是我的孩子 太好了 大嫂没死了 可是大哥 季小轩的建议结果明明 都是误会 大嫂已经向我解释清楚了 等你往下回家 我再跟你洗手 明明 我先把你送回去 待会我去医院看一下彤彤 问题不大的话 我就把他接回家 我的儿子凭什么跟外面的野种一起生活 你是觉得我生的儿子跟他们一样清贱吗 你有没有觉得彤彤小姐长得更像先生 你也这么觉得 这也许就是先生收养彤彤小姐的原因 其实学员不学员并不重要 主要还是看谁肯招先生喜 你的意思是 先生以后很有可能会分家上给彤彤小姐 让他当集团的继承人都有可能 你们两个社会底层的贱人 一看议论主人家的事情 你们两个社会底层的贱人 一看议论主人家的事情 我们家小轩才是富士集团的唯一继承人 小轩才是富士唯一的继承人 我绝不允许别人抢走 没告诉你走路要长眼睛吗 妈妈你别生气 偷偷知道你爱喝橙汁 所以就想给你倒一杯 别乱叫 谁是你妈 当初他复明觉得我刻薄 才迫不得已让这个小野种回到福家 看来得尽快想尽办法 把他赶出福家才行 明明 是我让你受了九六年的苦 能原谅我吗 如果我趁此机会赶小野种走的话 先生不好了 小轩轩也晕倒了 赶紧送去医院 医生 我我儿子怎么样了 从报告结果来看 患者的血液病有加重的痕迹 需要再次全身换血 那赶紧换啊 小轩少爷是熊猫血 没有哪家医院 备有这么多血 那就 是不是疯了 他的小生子狗哪里受得了啊 我不管 医生 赶紧把他送去 别面 妈妈 偷偷不要 妈妈 等一下 腿上怎么有跟我一样的梅花胎记 妈妈你不记得了吧 彤彤的台阶是一传妈妈的 难道你才是我的亲生孩子 他三红 你说什么 等大家听了这段录音 就知道事情真香 爸爸 彤彤也要有跟哥哥一样的梅花纹身 彤彤也要做妈妈的亲生孩子 不然就把季晓鲜弄死 妈妈救我 不 不不 快 你我就是我的兔子 弄弄不爱 这是哥哥的小兔子 我妈妈比你哪个更可爱的好不好 不好不好不好 小龙 我的孩子 小龙 胡闹就是个小恶魔 太撒谎就算了 还害了小萱 他不是我的生意 我没有 亏我还以为你是我的亲生孩子 医生 妈妈 你为什么不相信头头 头头 他记得你别让我写了 你又不能收他写 小萱 你作为小萱的叔叔 最该担心的人是小萱 而不是那个天生坏种 嫂子 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可怕 老婆 老婆 小小 可怕 我只是一个想要保护自己孩子的母亲而已 任何人都不能伤害我的孩子 金远车 你好大的胆子 你竟然敢抽头东西就你的儿子 你别乱要人了 这事跟我们远轴可没关系 是我让抽的 有什么问题吗 大嫂 童童才是你的孩子 你怎么可以抽他的鞋就别人的孩子 福利你现在真的很奇怪 小萱才是我的儿子 这一点我很确定 你为什么反反复复的总说童童才是我的孩子呢 大嫂 六年前你做思维检测的时候是我陪你 当时我看的明明是个女孩 现在怎么可能变成个男孩 你这肯定有问题啊 六年前 望少女孩是医院的实习生 依我看 你就是自己学艺不精 看错了行李 现在发现自己当年错 拉不下脸面 一定说是附家认错了人 就算我当时是实习生 于远车当时出来是 世人就有无看不看的时候 就这么有信心 就这么有信心 要我看 那个小野种说不得早就让这个富二少女收买 目的就是为了让真正的富家继承人回不到富家 不能继承富家的万一家人 这样一来 富二少作为富家二子他生的孩子 自然就成了富家继承人了 原来如此啊 富二少 你还真是好无虑啊 你还真是这么见识到 你怎么会来的呢 富二少这是心虚 不知道该怎么编了什么 检测结果不然出来 好 你知道吗 什么检测结果 这是富二少又找到什么性的说辞了 啊 没有做什么 大哥之前你打电话 让我取消你和童童的DNA对比检测 我尊重你的意见 确实撤回了申请 但是我后来越想越不对 所以 多凭我把样本 如新给了一家新的检测机构 十分钟后 这次结果就完了 既然季小萱的手术还没有结束 不妨我们等他出来 也顺便 等等我的检测结果 等就等 就算查一百遍 也改变不了小萱是富家孩子的事实 不妨碰 不妨碰 叫醒他 现在那改变结果都知道他了 简中是不是胡同啊 这小严主妈那本事 他有 别装睡了 你们要干什么 童童不怕 爸爸是来看你的 童童 小萱哥哥才是富家的孩子 爸爸想让你帮他回到富家 好不好 你为什么还要见童童呢 小萱哥哥是你的孩子 童童才是富家的孩子 童童真是聪明 一猜就猜对了 只是 童童你要是敢回到富家 我就会像上次一样 不要 童童救你了 小孩子是不可以太自私的哦 童童是要保护妈妈的 对不对 不回到富家 就是保护妈妈最好的 妈妈是妈妈 妈妈是妈妈 我都不都没有妈妈 只要不伤害妈妈 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我都没有 你让我喝 我都没喝 你叫我喝 我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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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喝 我喝 对啊你需要什么话想跟我们说 既然跟童童有关 叔叔能不能将报告交给童童 让童童牵手打开 我竟然会默许抽通的心去救小萱 不管结果如何 我都会救不到一位子 好 你搞的你要是赶回到父亲 我救回家圣子一样 追你妈妈一次 你不要伤害妈妈 童童救你 小孩子是不可以太自私的哦 童童是要保护妈妈的对不对 不回到父亲啊 就是保护妈妈最好的 叔叔如果我不是你的女 你还会像以前一样对我好吗 当然会 叔叔家的公主吧 原来给童童留下 你又想耍什么花招 傅明接受语 我可不接受 妈妈不要生气 童童醉见你的话 好多你放心 你就是我父家的孩子 以后父家的一切都是你的 谢谢刘叔叔 好了 你妈妈妈妈你醒醒不要死 这是妈妈最喜欢的小兔子 以后就有这个小兔子代替妈妈陪着童童 我要我要妈妈 童童要妈妈 你别过来 爸爸对不起 童童不能做你的女儿 你别过来 你出来会压着你们四年 当头来碰当不让碰 当老子是不要打头吗 童童 你别过来 我过来 我给你拼他 妈妈病 童童要保护吗 童童 你这在做什么 他被揭穿就辞报告 小野种 你还想耍什么画招 对不起 是童童骗了大家 童童是个骗子 你上次说什么吗 童童的妈妈不是叶绵阿姨 小轩哥哥才是叶绵阿姨的宝贝 童童真是几宗哥哥 喜欢抢哥哥东西的撒谎 看吗 这小野种都承认了 我看富二少还怎么狡辩 你还得感谢童童撕了这个报告 要不啥 可就丢大了 彤彤 叔叔认为你一直都是个好孩子 不要这么说自己 彤彤 是不是有人威胁你了 彤彤你要是赶回到父家 我就会像上次一样 你妈妈一起 你可以告诉叔叔 叔叔给你抽药 你为了妈妈 不理事 没有 他们没有欺负童童 对不起 童童骗了大家 童童是个骗子 我妈妈 你别让我走 哎呀 欢迎来到地狱 我亲爱的小公主 好气派啊 老公 没想到我们真的把小萱送进豪门了 这都是小场面 有了小萱这个大口沙 亲家飞黄帮她寄身上游 那就是迟早的事 对对对 附加随便给我们的几个幸福 让我们躺着了好几个一隐 只要有小萱在 贵福圈里的那几个人 都得看我的脸 是 听说了吗 副家我也在那房子 花了不省劲 你是说冒你们的事 差一点点 那小女孩就能进副家门了 没想到 真是可奇了 可我听说是那小姑娘 自己放弃进副家的 自己放弃的 那是因为知道事情要败了 不得不放弃 要我说呢 那假的真不了 真的也解析不了 一颗冒牌户还妄想进副家 简直是痴心妄想 你谁呀 我们聊个天 你插什么嘴 就是 一点数字都没有 你们 没关系 马上你们就认识我了 到时候呢 可不要急和后来巴结 哦 是吗 除了副家太太 叶冕女士 我还真想不出 我这冯家的主母 需要巴结谁呢 杨母更比生母亲 我可是副家未来继承人的养母 我们小萱 跟我最亲了 什么养母啊 冲击量 不是个保姆 就是 豪蒙啊 最讲究血缘正统 就你一个保姆 也想和女主人比 这是天大的笑话 哈哈 你有见过一个保姆 寄我们贵妇圈的吗 你们 我就是小萱的亲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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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又是小萱少爷的亲妈了 你可真给自己脸上贴金啊 我看你就是混进来蹭吃蹭喝的骗子吧 把 快来把这个骗子赶出去 你们才是骗子呢 我就是小萱的亲妈 就是小萱 什么 我就是小萱 你也划我说 我没事 想两个慧视 才是在里面做自己的 你再帮我做一切事情 如月 就是小萱的亲妈 我挺够委屈的 说两句还不行啊 就是自己的了 胡说八道坏我的大好事 就是弄死 啊 我 燕的那個賤人才 所以永遠都站不上小玄武 給你一百萬 這個人給我處理點 你幹什麼呀 弄手 阿里說你弟子裡發的是個小公子 以後我一定把全世界最好的東西 全部都是 不明這個渣男 連個冰淇淋都不讓我吃 我就離家出走嚇死你 臭 老子家你這麼久不見了嗎 怎麼弄死你 媽媽媽媽媽媽你醒醒不要死 只是媽媽最喜歡的小兔子 以後就有這個小兔子代替媽媽陪著彤彤 我要我要媽媽 彤彤要媽媽 彤彤才是我的孩子 還沒找到明明嗎 已經安排人水在這裡 附先生 什麼時候向我們介紹一下您家公子啊 我們可等不及了哦 對呀 哥 反正打算還沒到 我在等他 說過電影有些事情 還有別人說 爸爸 如果你再不宣布我的身份 這次宴會我就不參加了 算了 也不要讓冰哥等這麼久 裡面最大的願望 就是能讓小恩仁做彼總 他沒敢上 我想 他也不會解憶 各位 相信大家都知道 我父母 有一個在我一十多年的孩子 我找到他六年 前不久 蒼天眷顧 讓我找到了這個孩子 下面 就是我親自向大家介紹 我的親生孩子 我同意 他不是 他怎麼會住現在這 綿綿 你怎麼了 你受傷了 不是 他怎麼會住現在這 綿綿 你怎麼了 你受傷了 大家好 我叫夜眠 我是傅明的妻子 現在台上站著的這個小男孩 根本不是我的孩子 什麼情況 對呀 不是認清夜嗎 好不容易找回到的孩子 怎麼又不是了 難道事情還有反轉 夜眠 小軒 小軒就是你的孩子 你是不是又失憶了 就是啊 你可不能胡說八道啊 小軒就是傅家的兒子 你該不會想說 童童是你的孩子吧 你可別被你個小夜中給騙了 紀元舟 林小柔 等我處理完孩子的事情 再一筆一筆的 跟你們算清楚 他的眼神 你可不可以 難道他恢復記 我 他絕對不會吧 蘇明 對不起 小軒不是我們的孩子 是我聽信了這兩個家人的話 才導致傅家差點認錯了孩子 林明 太好了 你恢復記憶了嗎 那我們的孩子 是不是就是童童 沒錯 童童才是我們的孩子 是這兩個喪盡天良的家伙 寄予傅家的財產 想用小軒冒充童童進入傅家 我不是的 我沒有 我沒有 紀元舟你別狡辯了 之前是我失憶 忘記了自己生男生女 現在我恢復了記憶 我非常確定 童童就是我的孩子 紀元舟你別狡辯了 之前是我失憶 忘記了自己生男生女 現在我恢復了記憶 我非常確定 童童就是我的孩子 是那個小女孩 還是富家欣欣 電視劇都不敢增進 是 我承認 我是不小心把小軒 無人的父家的孩子 但是夜眠 你別忘了 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 當年要不是我從車窟中救了你 你早死了 你要是敢對我怎麼樣 那你就是個萬人富裕的小人 你救我 就是你害我跟富民分別六年的罪魁禍首 你別說過噴人 那天我只是跟富民辦了七七嘴 本想散散心 酒下的紀元舟剛好經過 將我撞倒 你的孩子 我的孩子 你求你 救救我的孩子 太過風了 紀元舟你還是不是人啊 你說的這些 你有證據嗎 小心我告訴你誹謗 後來我被紀元舟帶去七家別墅的地下室 早產生下了彤彤 他並沒有對我痛下殺手 我以為他是見我失憶 起了側影之心 沒想到我生下彤彤三天後 他居然悄悄摸進了我的房間 紀元舟你怎麼敢 狗男人就敢下地獄 我沒有啊你怨慌我了 我根本就沒碰到他了 是你夜面那個小小人勾引的我 我勾引你 我要是勾引你 我會在兩年前失蹤嗎 你要胡說八道什麼 綿綿你繼續說 我不帶我 這個畜生到底有多喪勁天亮 那天 你別過來 老子賣出來會壓到你們四天 當頭來碰都不讓我碰 當老子是不要打頭嗎 哈哈 我奇蹟般的活了下來 可因為傷勢太重 再次失去了所有記憶 好你個欠揍 當年我生小萱的時候 你死活不肯娶我 是不是因為夜眠那個賤人 我沒有 你別聽那個賤人胡說八道 李小柔 既然這麼喜歡紀元中 那我成全你 送你們兩個一起進監獄 你憑什麼抓不進去 虐待小孩算不算 快吃吧 餓死了可別賴我 殺人為罪算不算 媽媽 頭頭真的沒有最厲害 頭頭不是壞孩子 買兇殺人算不算 幹什麼呀放手 媽媽求求你不要抓爸爸和林阿姨 什麼林阿姨 他可是你親媽 李小柔 我過了 叫你瘋狂好不好 我真的不行過了啊 哪怕你們對彤彤稍微好 那麼一點點 我也不會把事情做的這麼絕 瘋狂 來報報報 爸爸媽媽